咋办?富洋女子花60万买了辆保时捷,结果车和钱都没了。 今年4月,李女士打算购买一辆保时捷718,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名叫李某杰的富洋某车型老板。 简单的微信沟通后,李女士决定从李某杰的车行里提车。 李女士心仪的那款车裸车价价格为62万6千元。 车型老板李某杰答应给李女士优惠了1万块钱,并告诉李女士这款车销量很好,必须赶紧预定不然会被别人买走。 面对李女士的询问,这一次,李某杰告诉李女士,保时捷在运输的时候出了问题,已经折返到北京保时捷4S店了,一时半会提不了车。 李女士感觉事情不对劲,就喊上两个朋友一起去北京保时捷4S店看看。 5月底,李女士一行与李某杰约定在北京保时捷4S店见面,可让李女士没想到的是,等了一夜也没能等来李某杰,打电话也一直是无人接听。 立案后,李女士了解到李某杰还给了贷款公司32万,还差贷款公司8万元人民币,而自己的21万2千余元依旧没有遮落。